見到今天有一個板塊 都普遍跑贏大市 講的是輕能產業相關股份 究竟行業為何 今天股份可以跑出來呢 不知道是否跟昨天 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有關 這個會通過了多項的意見 其中撿了兩項出來和大家講講 一個就是關於推動能耗雙控 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的意見 另外這個意見是關於什麼呢 就是想加強碳排放雙控 雙控總量和強度的雙控基礎能力建設等等 另一個意見就是關於進一步 深化石油天然氣市場體系改革 提升國家遊戲安全保障能力的實施意見 當初關於什麼呢 就是想穩妥推進遊戲行業的 上中下游的體制機制改革 深化遊戲儲備體制改革等等 簡單來說 Casper其實就是想加快清潔能源的應用 確保你包括燃氣在內的儲存和運輸 整體供應都能夠是可持續的 確保都有供應的 如果你說輕能 其實是內地一個很重點發展的清潔能源之一 你猜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加多的相關的政策 是會出台有關輕能方面的措施呢 出台就肯定會出的了 但是其實這個政策方向會是怎樣 或者其實你多久才能搞得到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輕能其實現在面臨著 我覺得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其實輕能算是一種二次能源 什麼叫二次能源呢 就是你不會無端端 就可以在地底無端端挖一些氫出來 然後你燒完它 然後就可以發電了 不是這件事來的 即是輕能是你需要透過燃料再去二次提連 把一些可能空氣入面 水入面的氫去提取出來 然後再壓縮了它 才可以拿來做燃料 那你就這樣燒的話 其實沒有可能燒到 所以變相就是 其實你不只是說發展輕能 你是要發展你之前 怎樣去提連氫 怎樣去壓縮它 又或者是怎樣用清潔能源去提連氫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去提連氫能 其實是做什麼的呢 或者怎樣的呢 就是我照燒煤燒炭 然後我透過它的熱能再提連氫出來 其實這件事就有點無謂 變成我燒完化石能源 我已經對環境造成污染 然後我才拿到氫出來 那氫雖然就不會有污染 但是我為了環保 但是我做一些很不環保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就很有謬誤的 所以變成現在其實對於整個氫能源的產業來說 我覺得就需要 就是無論在技術含量 或者現在的價值其實很高 這方面要降低它 另外就是要發展太陽能 要更多的太陽能 才可以支援到現在這個氫能源的發展 好 其實早在上個月底 內地全國首次高壓力純氫管道試驗成功 就說日後實現大規模低成本的遠距離 純氫運輸提供了一個技術支持 之後相關股份的版面看到的 譬如中站安瑞科 東方電器 東岳 京城基電這些 其實都炒起了 開始起動 今天繼續都是這樣炒上的 譬如你看到京城基電一度大漲是兩成半 東岳最多都升超過一成一 其實他們每天都很冷凍 說輕能產業 什麼專長什麼 各個不同的 譬如京城基電就做氣體儲運 中站安瑞科就是做一些輕能的設備和解決方案 至於東方電器就做輕儲存 加注 和一些輕使用的全產業鏈整體解決方案 至於東岳 它其實有一個叫東岳未來輕能材料 就是做這些輕燃料 電池 質子 交換膜的產業鏈 每個人專長的地方都不同的 但是Casper 你覺得接下來 如果真的要大力推動輕能的時候 哪一類型的最會受惠呢 我想其實現在當然你說選哪個受惠 反而是可能最大的受惠的 可能是中石化300粒這樣 不出奇的 但是我要想回那件事就是每一間公司 其實因為現在輕能源它能夠去 為它的盈利貢獻到的一個佔比其實是很小的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都真的 你炒輕能源你可能突然推出一個政策出來 它就升兩棍給你看20% 30% 升完之後你就會發覺立刻打回原形 因為其實後續有些什麼呢 又或者對那間公司本身那個營收貢獻有多少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沒有什麼的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現在如果要看一些輕能源公司 你唯有就是我本身買它的本業應該不是太差 我買完之後我再搏一下它 看看有沒有感上添化輕能源方面的業務 有機會會貢獻到多些東西 那現在你說三間裡面四間裡面 哪間最正常呢 那我會覺得就是譬如說中閘汪瑞科 因為本身已經做LNG營起的那些卡車 那如果將來是需要有這方面的需求的時候 也都可以就是可能我卡車之後不是運LNG了 我運輕的這樣 那然後譬如說這個東岳的業務 本身是做一些冷氣機的制動劑 化工原材料那樣 那這些也都會相對來說我覺得是比較 就是業務方面穩定一點 那所以如果你說那麼多隻裡面 都是一些中小型的股份的話 我編號隔這兩隻 那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整個輕能源的產業的話 可能後來真的說回那些300、6、8、5、7的公司 才會是原來是做得最多的事情的